最近,一则耶鲁大学的新闻,可以说是震碎了我们的三观。 根据英国每日流报报道,在一天之内,耶鲁大学门口有超过70人,因为吸食过量毒品而被送医,而其中很多都是耶鲁大学的学生,被人发现的时候,他们大多处于昏迷状态,而另一些则是止不住的呕吐。 在事发的小公园内,遍地都是失去意识的隐军词,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,目击者说,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场面。 警方已经抓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,据信,他们在耶鲁大学门口的小公园内,免费发放一种可成的大麻类毒品。 这些被发放的毒品,是给消费者的免费量品,如果觉得好的话,就可以再来购买。 但他们显然低估了这种毒品的效果,毒品造成了整个耶鲁校区的恐慌。 但是事后,当地警察局长确实力甩锅中国,表示越来越多的毒品由中国和墨西哥进入美国,警察根本没法控制。 美国目前正经历之前所未有的毒品危机。 据估计,全美国目前有超过2500万瘾君子,大约是总人口的7.7%,其中有7万2千人在去年因为毒品服用过来而死亡。 毒品在美国,已经是比艾滋病毒,车祸或枪支更加致命的存在了。 而鸦片类毒品则是目前最为泛滥,致命的毒品,在美国每天造成了100多人死亡。 去年10月,川普因为鸦片类药物泛滥,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,而把美国的毒品问其怪罪给中国,墨西哥,则是美国政治家的一贯作风了。 美国司法部就曾经把中国列举为新型合成毒品的最大来源国,把美国国内的毒品问其选择给中国的毒品走私犯。 上个月,川普还发推称,美国水面上泛滥了鸦片类药物,如海洛因,分泰尼,都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。 这实在太让人气愤了,中国的合成海洛因分泰尼,通过邮政系统,被人员不断的送往美国。 我们有能力,也必须马上阻止这个现象,真是人在家中作。 不从天上来啊,川普的这项主控可以说是毫无根据。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打击毒品最为用力的国家。 分泰尼等很多毒品,作为一种处方药,的确在中国具有一定生产规模。 美国国内市面商的分泰尼,也有一部分是这个进口的,但这些处方药一直受到中国政府非常严格的管控,并没有出现处方外大规模泛滥的情况。 可这些处方药,一进口到美国,就通过各种途径,变成了毒贩手中的毒品。 你们自己不好好控制,还怪我们生产太多? 根据国家禁毒委员会的数据,中国在2016年吸食毒品的人数,仅被255万人,是美国的十分之一。 这还是在中国人口是美国五倍的情况下,中国对毒品,一直是零容忍态度的态度。 这些有一定历史原因,在清朝晚期,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,除了羊枪羊炮,还有鸦片和烟枪了。 在那个时候,中国可以说是全民吸鸦片,鸦片的流行,对外造成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。 对内,则兵无斗志,社会风起败坏。 在这样惨通的历史教训下,我们国家在毒品问题上,从来都是说一不二,绝不手软。 2007年,英国基巴基斯坦人,沙伊克,在乌鲁木基基产被发现,携带四公斤的海洛因。 四公斤海洛因是什么概念呢? 在中国,走私海洛因50克以上,就可以判处死刑了。 作为对比,美国法律习惯是,只要没有人因毒品死亡,走私毒品就不会被判死刑。 沙伊克被毫无悬念地判处了死刑。 中国法庭的判罚却在国际社会,产生了很大的悲议,认为审判过重。 尤其是英国政府,他们宣称沙伊克患有精神疾病,却提供不了任何相关的医疗资料。 最终,沙伊克在2009年被执行死刑,是第一个被中国执行死刑的欧盟国家公民。 在中国承治毒品的雷霆手段之下,毒品问题在中国相对欧美国家,其实一直都是控制得比较好的。 美国的毒品问题,其根源还是在美国人自己。 美国社会,对毒品,真的太宽容了。 如果你看过《被警示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电影,毒品在那时美国社会的风靡,一定会让你怀疑人生。 一俗小说中乌马瑟麦西石毒品《安妮霍尔中》,纽约的中产阶级西石毒品。 电影里的女主角也是一个隐军词,在二战时,给士兵、飞行员分发毒品,帮助他们集中精神,维持士气,也是各国非常常见的做法。 这些老兵在战后,便怎么也摆脱不掉对毒品的依赖。 再远一点,科兰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,也是一名隐军词,他会在没有案件的时候注射可卡因,消磨时光。 十九世纪的毒者显然并没有觉得不妥。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当美国政府真正意识到毒品的危害的时候,已经太晚了,毒品已经湿透到了美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 美国政府耗时数十年的毒品战争,War and Rags,在2011年被认为是完全的失败,对毒品的管控非但没有降低使用人数,还让毒品销售更加有利可图。 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,越来越多的职罚和黑帮,加入到了贩毒制毒的生意里来。 与此同时,缉毒警察在职罚过程中,越来越针对穷人、黑人,引起了社会的不满,而发达的地下毒品黑市,还是可以让普通人轻而易举地获得毒品。 据个例子,美国大多数的海洛因七十者,最初都是通过医生开的处方阵痛药,才染上的毒瘾,而医生之所以这么不负责任地乱开含有毒品成分的处方药,是因为大型医药公司鼓励医生和消费者,使用他们的止痛药产品。 很多病人就这样,病好了,却染上了毒瘾,所以最近几年来,西方政府都迫不得已,开放了一些低层隐性毒品的合法贩卖,如大麻。 有些国家,比如葡萄牙,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种类的毒品进行了去罪化,然而现在,国内很多人看到那西方国家,纷纷把大麻合法化,也开始呼吁中国也把大麻合法化,这是非常短视的。 那些发达国家允许大麻合法买卖,并非是因为这些毒品对人体无害,而是在禁止不了的情况下,对社会的一种妥协。 中国对毒品的管控比欧美要好太多,数十人在光鲜化日之下吸毒过量,到昏迷是根本无法想象的。 在这样的条件下,开放大麻,让大麻成为很多人接触到毒品的第一步,真的非常蠢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